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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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朋友好 我是常公 疫情期间 能拍鸟的地方 不多 我就来跟大家 讲讲故事吧 2006年 4月 好久以前 浙江自然博物馆 举办了一个海峡 两岸鸟类摄影 交流研讨会 台湾的生态摄影前辈 多人硬要参加盛会 我与王真吉老师也在其中 两天的研讨会过后 主办方 陈水华博士 带我们一行十来人 去雾园拍鸟 雾园 是中国最美丽的农村 白墙黑瓦的灰派建筑 非常有特色 我们来到小启村 我们来到小启村 那是拍白腿小准的圣地 虽是阴雨天 也教不习大家的兴致 一行十余人各自散开 录音大师 孙清松的录音设备 最是显眼 我们上了店家的屋顶 大伙忘情的追逐着白腿小准 多数人 还是第一次拍 我当时的DV摄影机 只有640x480的画面 实在很小 可能是拍摄时湿度太大 又没有及早拷贝 我转档时 已经没有影像了 还好 还有照片留下来 白腿小准 跟修留 差不多大小 尾巴稍微长一点而已 是小型的猛禽 在中国大陆分布于 江苏、安徽、江西 福建、广东、广西 贵州、云南等地 他们竹巢于树洞 前一阵子大家疯传的 两只在亲嘴 一只在旁边吐口水 就是他 隔天4月11日 在物园附近 绕绕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 在半路上 吃饭时 眼睛一亮 看到了几样古董 这个照顾小孩方便 这应该蛮重的 否则小孩有摔下来的危险 这个冬天烤火方便 里面放炭火 坐着脚热屁股也热 如果穿着长袍那就更温暖了 次日转往太白的鸟点 大概是太白临场吧 时隔太久 又没有拍到什么特别的鸟 记忆有点模糊 只记得当天下雨 淋个洛汤鸡 4月13日前往里坑 里坑就是理性人家聚居的古地 北宋年间就有了 是唐末皇帝后衣 李栋避难迁徙至此 村落群山环抱山清水秀 村内明清古建筑遍布 民居宅院靠着山依着西建而建立 粉墙带瓦称痴错落 没急了 西水贯穿期间 西桥树石座沟通两岸 是雾园旅游线上的明珠 这一天天气阴阴的 还是有一些鸟可以拍的 大陆的红嘴蓝雀跟台湾的蓝雀 是不一样的 返回杭州以后大伙就散了 各有各的打算 我跟王老师在杭州停留两日 在杭州毛家铺仅去留恋一天 碰到两个从外地来想在杭州创业的年轻人 香檀甚欢 他还送我几颗荷花的种子 在家中放了十年 还珍重得出来 小伙子 热忱积极 十五年了 应该也功成名就了吧 在家中放在家中 我会不来 比较之后 我会能成为 小伙子 非常的親切 中午一頓飯吃得真舒服 下午到郭莊拍鴛羊 不做 4月17日 剛好有一個機會 可以到上海叢明島看看 因為這裡也有黑面皮露 在這裡渡東 想說來看看這邊的黑面皮露 於是我們就在 陳雪華博士的安排下 跟著中國科學院 鄭光美博士的團隊 到了叢明島 參加了 在上海叢明島舉辦的 中國鳥類保護科學叢明島論壇 可惜 這一次 在叢明島 並沒有發現黑皮的中央 應該是時間不太對 這一次意外的一個收穫就是 見識到了他們 育恆科鳥類的環織作業 我們知道 海灘的鳥是 很難捕捉的 抓育恆科 它要有陷阱 比方說 這個育恆科的標本 七八隻 另外除了這個死的標本以外 還有一隻活的 在那邊動啊動 引誘其他的鳥 這隻活的標本 腳被綁住 但是怕他容易驚嚇 亂動亂飛 所以眼睛被弄瞎了 這實在是有點殘忍 一張網不小 然後一邊固定在地上 長長的繩子拉到五十米外 只要一拉 往立即就翻起來蓋住鳥 關鍵是 如何把鳥引過來啊 金偉伯先生 一笛在手 出神入化 您聽聽 半賞的功夫 金先生已經抓了滿滿的礦物 接著就是環制作業 也就是我們說的細放 細放在鳥類研究與保護上 是不可或缺的 謝謝您細心聽我們的講故事 今天就說到這裡 我的拍鳥之旅啊 這一次的拍鳥之旅啊 才剛剛開始的 下次見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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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EPA D